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打仗是为了赢得更多的粮食和更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在投降之后 匈奴人一部分是归顺了汉朝 一部分则是去了欧洲 那些归顺了汉朝的渐渐的也融入了这里 和汉族人结婚生子 他们身上的匈奴血脉也慢慢的被淡化了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匈奴人的影子 风俗习惯什么的也都彻底的忘记了 而那些去了欧洲的也同样的 和欧洲地区的人结婚生子 学习了那边的语言文化 渐渐的也被童话成了欧洲人 再也看不见匈奴人的影子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